反了,云南媒体抗议习近平遭删拼川普八常委其上场,刚闭幕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共援助,非洲600亿美元和免除部分债务,遭到不少体制内协者批评同时有党媒头版。 同时报道,习近平原非和大陆水灾新闻引发外界猜测露媒或是以头版公开表示不满,目前该电子报内容已被从网上删除,中共西常委和号称第八常委的王岐山分头出动,全部参与接待53个国家的非洲政要,其各自带领辽署人员被称为副手引起外界关注。 云南信息报,周二头版报道了中非合作论坛,并在头版头条,用习近平为中非合作播化未来,中国将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的双标题做导影,并在此下面配上战绩半板的一张红灾之后老百姓清理,仍有小腿高的污水的图片。 图片上醒目写着几个字红后,麻利坡图片上没有任何的官方人员救援队,完全是民众自救的画面现场灾情,用水深火热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新华社四日消息,受山洪泥石流灾害影响。 云南麻利坡县蒙洞乡六所学校出定于9月10日在恢复上课逐渐灾害的严重性。 由于中共再次提出援助非洲600亿,引起民间怒火全网爆平而云南信息报,头版的这样的编排在网上给众网友增加了更多讨论的空间。 云南网友纷纷表示这是有良心的媒体人,云南的骄傲,给这位主编点个赞。 也有新媒体同行建议授予他们。 2018最佳排版讲友网友表示,目前这个版面的电子版已经被删除,印刷版已经出接恐难再收回经济者核实。 确实目前电子版次日的头版已经删除如下图所示,云南信息报头版电子版已经被删除网络图片,对比5日周三的电子版显示有头版。 01如下图所示,云南信息报5日周三正常电子版面显示有头版,网络截图8常委分头出动接待非洲,副手人马全曝光习近平上周末起就开始密集接见非洲总统。 一些政府总理和首相则由李克强接待其他五位常委和王岐山也分头会见非洲各国领导人,其中陪同习近平接见外宾的包括中办主任丁薛祥,外事办主任杨洁石,外长王毅,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四个副手外监,或还会加入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刘鹤,商务部长中山,财政部长刘坤,农业农村部长韩长富的国家。 李克强的副手则是三名政部级副部长及发改委副主任张勇,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商务部副部长傅自英,还有如财政部部长刘坤,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富,工信部长苗维以及交通运输部长李小鹏等人则轮流出场。 而立战书和王阳的副手,都是各自的大秘,人大秘书长杨正武,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陪同王滬,名的是他的直接副手。 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江金权,赵乐际的陪同人却是国家能源局长,白鹤立韩正和王岐山两人,并没有固定的陪同人员,多是由来访元首。 所在国的中共大使陪同,据香港明报5日评论文章,指出各常委的陪同团队不同计反映其级别及重要性,亦可透露出每次会晤到底是认真谈判。 还是礼节性寒暄在此次峰会上,北京宣布再投资600亿美元支援非洲,并表示推动中国企业未来三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同时免除了许多非洲国家人有的所有债务,中共援助非洲600亿美元目的。 曝光时事评论员田园博士对新唐人表示,其实他要抢占当地的自然资源。 第二点当然就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要对抗美国中共,在即不提借了一个军事基地。 第三个,他想把非洲开发成一个,就是当成他的出口目的地。 这样的话,就可以弥补美国经济制裁,以及将来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制裁,对他造成的经济损失。 与居纽约的政经分析人士秦鹏表示中共为什么要大规模援助非洲,有现实因素和历史原因。 与居纽约的政经分析人士秦鹏第一,中共需要非洲国家来帮助他,实现在联合国投票人权理事会,避免被指责欺负人权。 实际上中共建政之后就对非洲进行大规模援助,试图显示社会主,意优越性,以及与苏联争当。 第三世界霸主用中共的自己的话讲,亚非拉这些国家把他排入联合国。 据了解这次峰会,有50多名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但台湾目前唯一在非洲的邦交国是网地尼,索尔兹并没有获邀出席。 秦鹏认为中共的非洲战略之一,就是用金钱争取孤立台湾秦鹏从经济上。 我认为为它是有三个目标,第一是获取资源,非洲的资源占世界资源总量,在40%世界,最重要的50多种矿产中,非洲至少有17种碳明储藏量居世界。 第一第二个目标是培养新市场。 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2017年,中国与非洲进出口总额,约为1697.5亿美元第三个。 现在,也是很重头的一个,也就是一带一路项目它用来输出大型基金项目转移国内的过剩产能。